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搜寻着潜伏在地球上的霸天虎机器人 但这次他们在中国上海执行围剿任务时 却意外得知堕落金刚即将卷土重来 这样的警告让汽车人们意识到了新的危机 擎天柱也将得到的信息与人类共享 希望能一起面对即将到来的威胁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漂浮在外太空的霸天虎机器人 申波已经入侵了美国军用卫星 他随即得知了微震天以及火种源残片的下落 于是申波立刻派出了他最为信任的先遣队员 机器狗 机器狗体型小巧 灵活敏捷 他轻松越过了人类搭建的防御屏障 并利用通风系统将体内的猿猪投入了军事堡垒内 而猿猪在来到密室后 又迅速变形为微型机器人 然后慢慢聚集 组装成了一只薄如蝉翼的机器螳螂 他成功切穿了保护火种源残片的壁垒 并在机器狗的掩护下顺利偷走了残片 另一边 山姆即将离家去上大学 但就在他收拾旧衣物时 曾经拯救世界时穿的外套里却掉出了另一块火种源碎片 由于山姆的触碰 他瞬间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文字 紧接着 碎片又燃烧起来 并融穿了他家的地板 而火种源碎片的能量也将厨房内的各种电器变形为小机器人 他家的庭院也随即变成了混乱的战场 幸好大黄蜂及时出现 才搞定了这些闹事的小机器人 之后 山姆迅速收好了火种源碎片 并将它交给了女友米拉保管 但米拉持有碎片的秘密还是被潜伏在附近的霸天虎间谍小威发现 而在山姆与大学室友里奥一起参加迎新晚会时 她的眼前再次出现了那些神秘的文字 并受其影响在桌上乱涂乱画 山姆奇怪的举动引起了辣妹新生爱丽丝的注意 她甚至开始主动接近山姆 而这时 大黄蜂突然来到了学校 并想带着山姆离开 爱丽丝健壮也坐进了副驾驶 还不断挑逗着山姆 这样大黄蜂忍无可忍 她先用座椅袭击了爱丽丝 接着又用润滑油浇了她一脸 最终爱丽丝愤然离开 而山姆则在大黄蜂的带领下见到了擎天柱 并得知了火种源残片丢失的消息 但山姆并不想做擎天柱的大使 她只想成为一个普通人 继续她的大学生活 与此同时 在机器狗的带领下 霸天虎们终于找到了被丢入深海 几经报废的威震天 首席医疗官手术刀 随后便利用火种源残片的能量 成功将威震天救活 复活后的威震天 一下就撞翻了负责守卫的核潜艇 并冲上太空 回到了自己导师 堕落金刚残居的地外行星 她一上来就教训了把她抛弃 并想取而代之的红蜘蛛 而堕落金刚则告诉威震天 火种源只是一个载体 她的能量与信息并不会消失 只是换了个形式 被山姆的大脑吸收了 现在山姆脑中的信息 就是她成就霸业的关键 另一边 山姆在吸收了火种源的信息后 也立即拥有了超凡的学习能力 她瞬间就看完了一整本书 山姆意识到 正是接触了火种源碎片 才导致了这一切 于是她随即让米拉保护好碎片 但这时 间谍小威已经来到了米拉所在的车行 她试图盗取碎片时 被米拉发现 于是米拉立刻带着小威 前往机场准备与山姆会合 然而当米拉赶到山姆宿舍时 爱丽丝已经强行将山姆扑倒 米拉本想愤然离开 但宿舍里的争斗 还是吸引了米拉与李奥的注意 他们也随即看到了 变身后的霸天虎机器人 只是这个机器人能力非常有限 她很快就被愤怒的米拉开车撞死 单一行人还是被霸天虎机器人冲浪板抓住 冲浪板将惊恐中的三人 带到了威震天面前 手术刀也开始了她的工作 她把一个恐怖的小机器人 放入了山姆嘴里 成功扫描出了山姆脑中的信息片段 眼见波罗金刚说的没错 威震天随即决定取下山姆的大脑 危机时刻 汽车人从天而降 山姆也被秦天柱救出带走 但霸天虎们随即追来 秦天柱只能一边面对三名敌人的攻击 一边努力保护着弱小的山姆 虽然秦天柱亮起双刀 成功砍去了红蜘蛛的一条手臂 又很快撕掉了冲浪板的头颅将其击杀 但他在寻找山姆时 还是一时大意被威震天从背后偷袭 最终倒在了树林之中 但这时 其余汽车人终于赶到 他们迅速带着山姆逃离 可超级战士秦天柱一死 杜洛金刚便没了顾忌 他很快便大肆入侵地球 美军的航母也被机器人击毁 慢慢沉入了海中 杜洛金刚还通过全球直播威胁人类 如果不交出山姆 就会摧毁整个世界 这样总统的联络员 来到了汽车人所在的军事基地 他解散了巢穴部队 然后又将基地内的汽车人 自己的使命 为了搞清楚脑中神秘文字的意义 他随即在里奥的建议下 准备去寻找 变形金刚内幕网站的开发者 可当一行人寻着网站地址 来到目的地时 山姆与米拉才发现 对方竟然是第七区的西门斯特工 原来在第七区被迫关闭后 失去了工作的西门斯 便创建了变形金刚内幕网站 而从第七区透来的机密资料中 他们也很快发现 塞伯坦星人 其实一直潜伏在人类身边 而米拉抓捕的间谍小威则告诉他们 资料中这些神秘的文字 正是超级战士的语言 只有几千年前 来到地球的一批探索者 才认识这些文字 接着他还投射出了这些探索者的位置 于是按照小威提供的地图 他们在美国航天博物馆 找到了一架黑鸟 并用火种源的碎片 让探索者天火重生 虽然天火的机体 因为长时间能量不足而生锈 记忆也变得混乱不堪 但他还是在山姆画出那些神秘文字后 带着一行人 穿越到了文字所指示的目的地埃及 在那里天火告诉众人 早在几万年前 赛博坦的第一代领袖 七名超级战士就来到了地球 并建造了一个大机器 然后准备通过摧毁太阳来获取能量 但超级战士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能毁灭有生命的星球 可发现生命的堕落金刚 依然想启动机器获取能量 于是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 其余超级战士 盗走了能启动机器的领袖矩阵 并将它藏在了 由他们躯体铸就的坟墓之中 而现在 堕落金刚再度来到地球 唯一一个超级战士的后代 擎天柱也被杀死 人类世界似乎在劫难逃 但这时 山姆突然意识到 领袖矩阵的能量 或许可以复活擎天柱 于是经过天火的提醒 再加上山姆脑中的信息 一行人终于找到了进入坟墓的入口 并在超级战士的残区中 找到了领袖矩阵 可就在山姆准备拿起矩阵时 他却瞬间化为尘埃 然而山姆还是不愿放弃 他收好了矩阵风化后的颗粒 坚信肯定能复活擎天柱 而这时 威廉也将被控制的汽车人 与擎天柱的尸体 一起带到了埃及 原来 山姆早就联系了威廉 并告诉他 自己可以救活擎天柱 威廉这才偷偷与自己的亲信 空降在了目标区域 但红蜘蛛 侦查到了擎天柱的尸体 他随即将情况告诉了威震天 威震天意识到 山姆可能已经找到了领袖矩阵 便迅速命令霸天虎们 向威廉与汽车人的防御阵地 发起了进攻 而正准备与威廉会合的 山姆与米拉 也遭到了霸天虎机器人的围追堵截 关键时刻 大黄蜂及时赶到 他直接徒手撕掉了机器狗 然后又一下秒掉了狂暴 可霸天虎机器人为数众多 汽车人与威廉的小分队 很快就无力支撑 好在这时 美军发现了 正在激烈战斗的一行人 于是航母上的战机随即出动 海军陆战队也迅速向目标区域挺进 在强大火力的支援下 霸天虎们终于落于了下风 但这时 挖地虎成员突然开始变形 并组成了超级金刚大力神 他强大的吸引力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物体 汽车人挡泥板 也不幸被大力神一口吞进了嘴里 但他却将大力神的脑袋打烂 成功从对方的眼中钻了出来 接着 挡泥板又与他的双胞胎兄弟刹车一起 在大力神的脚下开始与他斗智斗勇 可大力神却无心练战 他随即爬上金字塔 准备挖出藏在其中的致命机器 西门斯舰撞也跟了上去 并联系到了停靠在海湾的美军舰队 让他们发射电磁炮 成功击毁了大力神 另一边 美军的轰炸让沙漠变成了一片火海 霸天虎门完全被强大的火力压制 但山姆却不幸被微震天的炮火击中 失去了生命体征 可山姆的意识突然来到了矩阵的空间内 他见到了那些逝去的超级战士 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于是山姆醒来后 便将已经重新组合的领袖矩阵 插入了擎天柱的体内 擎天柱也随即被成功复活 但堕落金刚突然出现 他一下就抢走了矩阵 并飞上金字塔 准备启动致命机器将太阳摧毁 而眼看人类的力量在堕落金刚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于是为了挽救威局 天火将自己的火种赠予了擎天柱 并与擎天柱合二为一 重获新生的擎天柱瞬间就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他一飞冲天 来到金字塔将致命机器摧毁 接着又轻松把威震天打残 并在他的面前将堕落金刚彻底消灭 威震天眼看大势已去 便与红蜘蛛先行撤离 最终经历了这一切的山姆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而秦天柱作为最后一个超级战士 也希望在宇宙中流亡的汽车人能来到地球 并与他一起守卫他们的第二家园